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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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第一个呢 ガ ガ呢和这个能都是在这个主格注词后面可以用的啊 那么 ル在这个目的语注词目的语的后面呢用这个ル 后面加这个动作啊所以今天选什么呢 那么 几点钟过来呢 我们看三十五题啊 那么什么 에 갑니다 우유를 삽니다 那么 去哪儿买了牛奶呢 那么 去哪儿呢 那么 去哪儿呢 가게 가게 에 갑니다 가게呢是这个商店的意思 那么 교시呢是教室 은혜는 银行 那么 사자문 书店 那么 我去了这个 가게 然后呢买了 우유 우유呢是牛奶的意思 所以呢 去商店买牛奶 가게 에 갑니다 우유를 삽니다 对吧 我们看三十六题啊 저는 한국어 선생님입니다 韩国어를怎么样 那么 我呢是韩语老师 韩国어 선생님입니다 韩国어를怎么样呢 가르칩니다 가르치다 가르치다 是教的意思 가르치다 那么 第一个呢 준비다 给 第二个呢 물음이다 不知道 那么 第四个呢 일어납니다 일어납니다 起来 所以应该选什么呢 第三个 가르치다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三十七啊 요즘 일어납니다 最近这个事情呢 怎么样呢 파쁨니다 파쁨니다 是忙的意思 那么 事情呢 怎么样呢 요즘 일어납니다 非常的多 所以呢 파쁨니다 那么 第一个呢 비싼니다 很贵 第二个呢 작습니다 小 那么 第四个呢 나쁨니다 不好坏 所以应该选什么呢 일이 많습니다 事情很多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三十八题 산을 좋아합니다 그래서 등산을 怎么样 합니다 那么 我喜欢山啊 산을 좋아합니다 所以呢 산을怎么样呢 차주 차주합니다 등산을 차주합니다 那么 我常常爬山 那么这个 차주呢 是常常的意思 那么 제一呢 是喜欢的意思 是醉的意思 那么它是个父子 제一 那么第三个呢 아주 是非常 第四个呢 아까 刚才 所以应该选什么呢 经常去 차주합니다 등산 什么 등산 是登山的意思 我们再看一下 三十九题啊 머리가 깁니다 그래서 什么样呢 숨습니다 那么 머리가 깁니다 길어요 那么这个 길다呢 本来是有这个 里尔的 那么后面加这个 up的时候呢 离尔要脱落现象啊 所以呢 变什么呢 깁니다 头发很长了 所以呢 我想剪头发 머리를怎么样呢 자르고 싶습니다 자르다 是什么呢 那 자르다 是剪的意思啊 那么第二个呢 拿 우다 出来 第三个呢 가지다 这个拿上 第四个呢 마시다 喝 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 这个 를呢 它是个不规则 所以我们要加这个 아유的时候 变什么呢 찰라 찰라서 这样的说 那么呢 简怎么说呢 자르다 原型是 자르다 那么 자르고 싶습니다 想剪 这样的意思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四十题啊 那么四十到四十二题呢 담을 있고 막지 않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题目啊 那么如果不看清楚题目呢 非常的这个冤枉的 那么我们要选择什么呢 不对的一项 千万不能选上对的了啊 那么我们看是一个告示啊 什么告示呢 一辆 사용한 컴퓨터를 팔아요 啊 那么要卖什么呢 卖这个 컴퓨터 啊 卖这个电脑 什么电脑呢 用了一年的电脑啊 一辆 사용한 컴퓨터를 팔아요 那么这个价格呢 是十万块钱 那么这个일락처 是一个email的地址 对吧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对不对啊 이 컴퓨터는 신만원 신만원입니다 那么这个电脑 是十万块钱 对吧 他怎么说呢 가격 신만원 所以是正确的 正确的我们不用选它 我们要选错误的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이 컴퓨터를 일 년 동안 썼습니다 那么这个电脑呢 使用了一年 嗯 所以呢是正确的啊 一 년 동안 컴퓨터를 팔아요 用了一年了 那么第三个呢 이 사람은 컴퓨터를 팔고 싶습니다 那么这个人呢 想收到电脑吗 不对 他是卖电脑的 对吧 所以第三个错误 我们选出来 第四个呢 컴퓨터를 사고 싶으면 email 로 연락합니다 那么如果呢 你想买电脑的话呢 用email来跟我联系 那么这个是正确的 我们选择第三个错误的 嗯 我们再看一下41题啊 41题 也是一个这个message 是一个什么呢 文字 一个短信 什么意思呢 民宿市啊 제 동생이 왔어요 我的弟弟来了 그래서 지금 회사 커피숍에 있어요 所以我在这个公司前面的 咖啡店里面 한시에 회사에 가겠습니다 那么一点钟 我会回公司 지형 드림 드림シミサ 可以乘上的意思啊 那么呢 他们是这个名 这个지형呢 给这个民宿发的一条短信 看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那么第一个呢 西洋市에 동생이 왔습니다 那么这个 西洋的弟弟呢 来了啊 那么这个是正确的 对吧 正确的我们不用选 那么这个正确 那么第二个呢 コピーショップ은 회사 안에 있습니다 那么这个 コピーショップ 在公司的前 在公司的里面吗 不在公司里面 在公司的前边 对吧 所以呢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就选出来啊 不是 안에 是什么呢 앞에 前边 第三个呢 西洋市呢 汉市에 회사에 갑니다 那么这个 西洋呢 一点钟回到公司 对吧 对吧 对的啊 汉市에 회사에 가겠습니다 那么第四点呢 西洋市呢 民宿市에게 메시지를 説습니다 那么这个 西洋呢 给民宿呢 写的这个 메시지 메시지呢 是文字短信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正确我们也不用选 我们选择第二个错误的就可以了 嗯 我们要看清楚啊 一定要看清楚 让我们选对的 还是选错的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四十二题 什么意思呢 행복 幸福的音乐会 幸福的音乐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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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音乐会 那么是什么呢 음악会에 초대합니다 那么邀请你来这个音乐会 我们看 是一个月的 2014年8月1号到8月31号 那么一系是什么 什么时候呢 日时啊 什么时候呢 每周 토요일 午后有的是 是每周的星期六的晚上8点 那么常走呢 哈늘空文啊 这个公园的名字 哈늘空文 在公园里面呢 有一个什么呢 음악会 音乐会 那么哪一个错误呢 第一个 哈늘空文에서 음악会를 합니다 那么在哈늘空文里面呢 做举行这个音乐会 正确 那么第二个呢 토요일また 음악会가 있습니다 那么每个星期六呢 都有这个音乐会啊 也是正确 那么第三个呢 이 음악会呢 한 달 동안 합니다 那么这个音乐会呢 是要进行一个月当中的 对吧 也是正确的 那么第四个呢 이 음악会呢 일곱시에 시작합니다 那么这个音乐会呢 那在七点开始嘛 不是七点是什么呢 不是七点是什么呢 是八点开始的 所以第四个是不正确的啊 把第四个选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四十三到四十五题 다음에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跟内容一致的一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저는 매일 아침 산책을 하고 학교에 갑니다 那我每天早上呢 我散步啊 散步啊 散步呢 去学校 학교에 갑니다 학생 식당에서 那么在学生食堂里面呢 아침을 먹고吃早饭 我们说早饭 怎么说呢 아침 아침을 먹다 所以呢 수업을 듣습니다 然后呢 听这个课 그리고 然后呢 커피숍에서 在这个咖啡店里面呢 아르바이트를 합니다 我就打工啊 那么这个 alba 아르바이트를 하다 表示打工的意思 做兼职 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第一个 저는 아침마다 산책을 합니다 我呢 每一天早上都散步 所以呢 这个是正确的啊 哪里呢 저는 매일 아침 산책을 하고 학교에 갑니다 所以呢 第一个是正确的 第二个呢 저는 아침을 먹고 학교에 갑니다 我呢 吃早饭 然后再去学校啊 不是啊 是去学校的食堂吃早饭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저는 아르바이트를 하고 학교에 갑니다 那么我呢 先打工再去学校 这个也不正确 那么第四个呢 저는 학생 식당에서 아르바이트를 합니다 那么我在学生饭店里面 打工吗 不正确 在这个 커피숍에서 아르바이트를 합니다 所以呢 第一个是正确的 嗯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四十四题啊 那么四十四呢 我们来读一遍 다음 주 월요일에 那么下周的星期一呢 수학 시험이 있습니다 有这个数学考试啊 那么 그 시험은 那么那个考试呢 아주 어렵습니다 非常的难 그래서 所以呢 날마다 날마다 是每天啊 每일每일 每일的意思 那么 날마다 도서관을 가서 공부합니다 所以呢 열심히 공부합니다 一样的意思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이번 주에 수학 시험이 있습니다 那么这个星期呢 有这个数学考试啊 那么不是 是什么时候呢 다음 주 다음 주 월요일 수학 시험이 있습니다 那么第四个呢 저는 월요일 마다 어려운 시험이 있습니다 那么我每个星期呢 都有这个很难的考试吗 不正确 应该选择第二个 저는 요즘 열심히 공부합니다 第二个正确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45题 我们读一下 친구가 지난달에 구양으로 돌아갔습니다 那么朋友呢 在上个月啊 지난달上个月呢 구양으로 의로表示方向 朝着这个故乡呢 回去了 就是回故乡了 돌아갔습니다 친구는 저에게 那么朋友呢 给我什么呢 냉장고를 주었습니다 给我这个 냉장고 给我了一个冰箱啊 那么 그 냉장고는 커서 주었습니다 这个 냉장고很大 所以很喜欢 很好啊 那么哪一个正确呢 第一个 저는 냉장고를 샀습니다 我买了 냉장고吗 不对啊 朋友给我的 对吧 所以这个不正确 第二个呢 저는 이 냉장고가 마음에 듭니다 那么我很喜欢这个 냉장고 正确 第二个正确的 第三个呢 저는 고향에 큰 냉장고가 있습니다 那么我在故乡里面 有一个大的 냉장고 这个完全不正确了 第四个呢 저는 친구에게 냉장고를 주었습니다 我给朋友的 냉장고 那么这个也不正确 应该选择第二个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46到48题 那么我们来读 然后呢 选择中心的想法 中心思想 那么我们要看清楚题目 这里让我们选的是什么呢 中心的思想才可以的 嗯 我们看一下46题 저는 극장에 가지 않고 就是这样写的 对吧 那么它呢 是一个以업为什么呢 结尾的一个动词 那么它是不规则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后面加这个 어쓰的时候变成什么呢 变成 우 所以 누워서 那么一边躺着 누워서 볼 수 있습니다 그리고 还有什么呢 보고 싶은 시간에 볼 수 있습니다 那么 我想什么时候看 就什么时候看 보고 싶은 시간에 在想看的那个时间里面呢 볼 수 있습니다 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第一个呢 저는 극장에 자주 갑니다 那么我常常去剧场吗 不正确 第二个呢 저는 친구와 영화를 품니다 那么 我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 不正确 第三个 저는 극장에서 영화를 품니다 我在剧场里面看电影 也不正确 第四个呢 저는 집에서 영화를 품는 것을 좋아합니다 我喜欢在家里面看电影 所以呢 第四个是正确的 嗯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47题 讲的是什么内容啊 47题 我们先来读一遍 但是 시간이 없어서 那么因为没有时间啊 일을 다 하지 못했습니다 那么 工作呢 都没有全部的完成啊 那么 这个 다 是全部的意思 다 하지 못했습니다 그래서 所以呢 지영시가 저를 도와 주었습니다 所以这个 지영시呢 帮了我啊 저를怎么样呢 도와 주었습니다 도와 주다는是 给我帮助的意思 所以呢 저는 지영시에게 도와 주었습니다 那么我帮了 지영시 都是不正确的 因为是他帮了我 对吧 所以第三个正确 我们看 我正在等这个演出 对吧 所以呢 第三个正确的 我在等演出 第四个呢 所以 제 친구는 그림 그리는 것을 좋아합니다 那么我的朋友呢 喜欢画画 对吧 我们说画画怎么说呢 그림을 그리다 那么 그래서 所以呢 시간이 있을 때 また 所以呢 一有时间啊 每每到有时间的时候呢 종이 컵에 그림을 그립니다 那么 在这个 종이 컵 在这个纸杯上面呢 画画啊 那么 그리고 친한 사람들에게 给这个 非常熟悉的人 很亲近的人 怎么样呢 종이 컵을 선물합니다 给他们 把这个 종이 컵 送给他们 当礼物 那么呢 종이 컵은 那么 这个纸杯怎么样呢 세상에 하나만 있습니다 那么 世界上只有 独一无二的 是只有一个的 对吧 因为他是 亲自画上去的 那么 친구의 종이 컵은 참 예쁩니다 那么 朋友的这个纸杯呢 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 第一个 기억에 들어갈 알 맞은 말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呢 能够填进去 正确的一项 我们来读一遍啊 那么 종이 컵은 세상에 하나만 있습니다 那么 哪一个呢 第一个 친구가 산 朋友买的 第二个呢 친구가 만든 朋友做的啊 朋友做的这个杯子呢 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第三个呢 사람들이全部ら 那么给朋友 做的这个 送的这个礼物 是独一无二的嘛 也不是啊 那么 第一个呢 사람들이 버리는 那么人们扔掉的这个 不正确 应该选的第二个 那么 五十呢 이 글의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 跟这个内容一致的一向 那么 第一个呢 친구는 종이로 컵을 만듭니다 那么呢 这个朋友呢 用纸来做杯子 不正确 第二个呢 친구는 也不是 종이 컵을 받았습니다 朋友收到了漂亮的纸杯 第三个呢 친구는 친한 사람들과 그림을 그립니다 那么朋友呢 和这个关系好的朋友呢 一起来画画啊 那么 第四个呢 친구는 종이 컵에 예쁘게 그림을 그립니다 那么朋友呢 在这个纸杯上面呢 把这个画画得很漂亮 所以呢 第四个是正确的 嗯 那么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 这个五十一到五十二题啊 也是一样 读这个对话中呢 然后再回答两个问题 我们先来读一遍啊 那么 묵심양 묵심양 후에 那么 几十年之后呢 怎么样呢 차 동차가 하늘 로 단일 겁니다 那么这个车呢 会在天上面 天空上面走来走去啊 그러면 那么呢 그 자동차를 만드는 사람이 필요합니다 那么呢 就需要 需要坐这个 车的这样的人 그리고 还有什么呢 하늘 자동차가 있으면 如果呢 车上面 那个天空中呢 有这个车的话呢 怎么样呢 하늘에서 일하는 교통 경찰 도 있어야 합니다 那么呢 也需要呢 在天空中呢 工作的这个警察 交通警察 지금은 이런 사람들이 들을 없습니다 那么 现在呢 没有这样的人 하지만 但是呢 앞으로는 今后 怎么样呢 이런 사람들을 자주 볼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那么 将会呢 常常看到 这样的人了 是在想象 今后的 故事 那么呢 第五十一呢 기억에 들어갈 알맞은 말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能够 填进去的 一下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기억在哪里呢 在这里啊 那么 지금은 이런 사람들을 怎么样呢 없습니다 怎么样呢 만날 수 없습니다 见不到 看不到 这样的人 然后呢 第二个呢 보낼 수 없습니다 这个 보낼다 收 送的意思 送不到 那么第三个呢 가르치 수 없습니다 教不到 那么第四个呢 기다릴 수 없습니다 不能等 都不正确 应该选什么呢 만날 수 없습니다 见不到 这样的意思 那么五十二呢 뭐에 대한 이야기인지 고르십시오 那么在这个话呢 是讨论什么主题的呢 我们选一下 第一个呢 미래의 집 这个未来的家 第二个呢 미래의 직업 未来的职业 对吧 那么是讲职业的 那么哪里有讲呢 共同警察 都 있어야 합니다 那么 共同警察 是什么 职业 那么第三个呢 내가 만든 자동차 我做的这个车 第四个呢 내가 좋아하는 자동차 我喜欢的这个车 所以应该选什么呢 第二个 미래의 직업 未来的职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五十三到五十四题 담을 잊고 물음에 답하십시오 那么呢 看一下 什么意思呢 저는 아침에 일어나서 那么我早上起床之后呢 혼자 운동을 합니다 我一个人运动啊 那么 운동을 하면 즐겁습니다 那么 如果我运动的话呢 我会觉得非常的快活 그런데 但是呢 아침에 怎么样呢 일어나는 것이 힘들어서 那么 早上呢 起床非常的困难 가끔 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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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很快 很早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五十四题 所以 이 글의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 第二个呢 이 사람은 친구와 약속을 하려고 합니다 那么 他想跟朋友做一个约定 那么 他已经约定好了 所以呢 第四个也是不正确的 那么我们选择第三个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五十五到五十六题 다음을 입고 물음에 답하십시오 那么怎么说呢 저는 안경이 여러 개 있습니다 我有很多的这个 안경 有很多的这个眼睛 그래서 所以呢 그때그때 다른 안경을 씁니다 所以呢 有的时候用这个 有的时候用那个 所以呢 그때그때 每个时候不一样 那么 안경을 씁니다 用不一样的眼睛 사람을 처음 만날 때는 那么 第一次呢 见朋友的时候呢 부드러운 느낌의 안경을 씁니다 那么 初次见别人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个 很有这个温柔的感觉的眼睛 부드러운 是温柔的 温柔感觉的这样的眼睛呢 씁니다 那么呢 운동을 할 때 那么我运动的时候呢 가벼운 안경을 씁니다 用这个很轻便的眼睛 那么 멋있게 보이고 싶을 때는 那么呢 我要想看起来 比较帅的那个时候呢 有행하는 안경을 씁니다 戴这个特别 流行的眼睛 那么 이렇게 안경을 바꿔서 씁니다 那么如果呢 把这个眼睛 换着来戴的话呢 기분이 좋아집니다 心情会变得很好啊 那么 我们看一下 55题 기억에 들어갈 알맞은 말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能够填到 这个里面去的 那么 기억在哪里 在这里啊 那么 运动的时候 带这个 那么第一次音乐的时候 带这个 那么呢 没有시게 보이고 싶을 때는 有带这样的眼睛 所以是表示 并列关系的 那么哪一个是 并列关系呢 그리고 那么第一个呢 그러면 那么 第二个呢 그래서 所以 第四个呢 그러니까 就是说啊 就是因为那样 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그리고 表示呢 并列的意思 所以呢 这里应该选择第三个 那么 我们看一下 这个56题啊 이 글의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呢 跟这个内容 一致的意象 那么第一个呢 저는 안경이 한 개 있습니다 我只有一个眼睛嘛 不正确 第二个呢 저는 여행하는 안경이 있습니다 我有这个 流行的眼睛 刚才我们讲过了 想要什么呢 먹지게 보이고 싶을 때는 여행하는 안경을 씁니다 씁니다 这么说 第三个呢 저는 운동을 할 때 안경을 안 씁니다 我运动的时候 不戴眼睛 这个不正确 第四个呢 저는 사람을 만날 때 안경을 벗습니다 那么呢 我见朋友的时候 我把眼睛脱掉 我们说 안경을 쓰다 戴眼睛 안경을 벗다 是脱掉眼睛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是不正确的 应该选择第二个 是正确的 嗯 那我们继续看 这个57到58题啊 那么57到58题呢 是排列顺序的 我们看一下 다물 순서대로 맞게 나열한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他们这个 가나다라 是一个 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的 一个四个对话 我们要按这个 顺序呢 排列一下啊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모든 동물은 잠을 찹니다 那么 所有动物呢 都睡觉 对吧 那么 하지만 개나 고양이는 열 시간 쯤 찹니다 那么 狗和这个猫呢 要睡十个小时以上啊 那么 他怎么说呢 마른 하루에 세 시간 만 찹도 괜찮습니다 那么 马呢 一天睡三个小时就够了 那么 그런데 잠을 찹는 시간은 동물마다 다름이다 但是呢 睡觉的这个时间呢 每个动物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要怎么排列 首先呢 我们要理解这个对话 讲的是什么意思 其次呢 我们要看这样的啊 这个关联词很重要 对吧 但是 그런데 그러나 그래서 这样东西呢 我们绝对不能把它放在第一个 第一个应该是一个 乘数句才可以 对吧 那么 我们看哪一个 第一个呢 应该是 모든 동물은 잠을 찹니다 所有动物呢 都是 要睡觉的啊 那么 然后是什么呢 그런데 잠을 찹는 시간 동물마다 다름이다 但是睡觉的时间呢 每个动物都不一样 所以 第二个是 那么 那么呢 比如说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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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睡三个小时 也没关系 可是呢 하지만 但是呢 我们 西藏不大 介绍 我们的故乡 草莓很有名 然后呢 再是什么呢 그래서 달기가 많은 사월에 축제를 합니다 所以呢 在这个 产草莓的 季节四月份呢 会有这个 축제 把这个 画题引出来了 那么呢 这个 그리고呢 肯定是放到最后一个 对吧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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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那么 然后呢 是他 第二个是正确的 嗯 其实呢 这个并不太难 对吧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五十九题 那么 五十九到六十题呢 是讲什么呢 那我们先读呢 然后再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们先来读一遍啊 那么这个 那么 方便面的意思啊 方便面呢 虽然是很好吃的 但是呢 那么 那么 但是呢 里面有很多的盐 我们说 这个盐分太重了 这个吃方面 对身体不太好 对吧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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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那么 五十九的是什么呢 다음文章이 들어갈 곳을 고르십시오 要选择啊 这个黄色部分呢 放进去哪一个 那我们 带着这个问题呢 去看一下这个题目 那我们先来读一下 这个五十九的这个 这个话 그래서 소금을 적게 먹으려면 라면 국물을 먹지 않는 게 重要的 那么 所以呢 要是想把这个 盐分呢 摄取的少一点的话呢 最好是 不要喝这个 这个 不要喝这个 湯啊 那么他刚才说了 那么这个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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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身体不太好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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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么 我们就要把这个话読入去了 所以 소금을 적게 먹으려면 라면 국물을 먹지 않아 اء 는 게 即使 如果你不想摄取那么多盐分的话 你最好是不要喝汤 所以这个应该选择什么 填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第二个 那么如果你硬要 你一定要喝这个汤的话 你把这个汤量放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都放完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煮拉面的时候 这个 这个 煮辣什么意思 煮的时候呢 那么把这个汤量放得晚一点 那么放得晚一点也可以呢 那么把这个汤量放少 放晚一点的话呢 也是可以呢怎么样呢 少吃盐的一种方法 那么五十九题呢 我们选择填在这个 这个位置上面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六十题让我们做什么题呢 那么第一个呢 先放进去的话呢 那么会吃很多的盐 会放很吃到很多的盐 所以那第三个正确的 刚才我们说什么呢 要晚一点放才可以 那么第四个呢 那么如果呢 我们要想少吃这个方便面面面盐的话呢 方法呢只有一种啊 不正确有很多种对吧 所以这个第三个是正确的 嗯 要什么呢 要把这个汤呢 晚放一点 就会这个盐分呢 会少一点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五十六十一到六十二题 那我们先来读一遍啊 那么 지금은 同账和支配的 모두 사용합니다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同账啊 这个印币呢 和这个纸币呢 一起使用的 하지만 那么之前呢 同账만 사용했습니다 就用了这个印币 那么 综艺로 만든支配呢 用纸做的这个纸币呢 쉽게 찢어지고 啊 很容易就这个撕碎了 然后 더러워져서 못합니다 就是非常的这个 脏脏呢 所以呢 做不了啊 那么 그리고 然后呢 가짜 돈을 만들기도 쉽습니다 然后呢 这个 知道这个价钱呢 也很容易 그래서 所以呢 同账보다 比起这个印币来说呢 지폐를 늦게 사용한 것입니다 所以呢 我们比这个同账来说呢 这个支笔呢 是随后 后面才 产生的 这样的支笔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기억에 들어갈 알맞은 말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在哪里呢 在这里 嗯 我们来读一遍 종이로 만든支配는 쉽게 찢어지고 더러워져서 怎么样 오래 쓰지 不탑니다 不能够 用的 很长时间 这些 오래 쓰지 不탑니다 那么第二个呢 가끔 내지 不탑니다 가끔 是什么呢 偶尔 教 偶尔 不能教 也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呢 자주 만들기 만들지 不탑니다 不能够常常的 做 第四个呢 계속 나오지 안심 不탑니다 什么意思呢 不能够常常的 出来啊 都不正确 应该选 什么呢 오래 쓰지 不탑니다 不能够用的 很久 为什么呢 因为呢 쉽게 찢어지고 더러워져서 这样的意思啊 很容易 就是变脏 然后呢 被撕碎 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六十二题啊 이 글의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跟这个 内容一致的 一向 第一个呢 지폐는 잘 더러워집니다 这个纸贝 非常容易脏 对吧 所以第一个 正确 纸贝就是 很容易脏 那么第二个呢 옛날에도 지폐를 사용했습니다 那么以前呢 也是用了 这个纸贝 不正确 以前呢 只是用 这个铜钱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지폐가 동전 보다 먼저 나왔습니다 纸贝呢 比印币呢 出现得更早 不正确 第四个呢 동전은 갖다 돈을 만들기 쉽습니다 那么这个 印币呢 很容易造假 不正确 我们说纸贝 容易造假 所以呢 第一个 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再来 看一下 这个六十三 到六十四题 다음을 읽고 물을 답하십시오 那么这是 一个什么呢 메이 e-mail 是个 e-mail 那么呢 我们看一下 반능사라 有几个人啊 제복是什么呢 那题目是什么呢 유학생 농구 대회 这个留学生的 농구 篮球 比赛的意思 那么呢 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内容 농구 대회에 참가 신청을 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很感谢呢 你们来参加 申请 这个篮球 比赛 那么 이번 주 토요일 午前 10시에 운동장에서 대회가 시작합니다 시작됩니다 那么呢 这周的 星期六 上午 十点钟呢 在运动场呢 召开 这个比赛 那么 경기에 참가하는 선수 的人 那么 参加 这个竞技 的选手们呢 9시까지 와주시기 바람이다 希望你们 9点 9点 之前呢 就要到了 那么 비가 오면 학생회관 옆에 있는 체육관에서 경기를 하겠습니다 如果呢 下雨的话呢 我们就会将在 这个 学生会관 旁边的 体育馆里面 进行比赛 那么 그럼 토요일에 뵙겠습니다 所以呢 星期六 我们再见面吧 那么 학생회장 김유미 울린 学生会장呢 这个 김유미 来写的 发的这个 Email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六十三题 有明星 为什么这个 有明星 要写这个文章呢 我们看第一个 대회 날짜를 바꾸聊 要换这个时 要换这个日子 第二个呢 대회 참가 신청을 받으려고 享受这个 大会的 这个比赛的 申请书 也不正确 第三个呢 대회 참가 신청을 취소하려고 想取消 这个比赛的 申请 第四个呢 대회 시간과 장소를 알려주려고 想告诉 这个比赛的 时间和地点 所以第四个 正确 那么六十四呢 이 글의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 跟内容一样的 那么第一个呢 체육관은 운동장 옆에 있습니다 体育관呢 在运动场的 旁边嘛 我们看一下 体育관呢 在哪个地方旁边呢 在这个 学生会馆的旁边 所以第一个 不正确 那么第二个呢 비가 오면 농구 대회를 하지 않습니다 如果下雨的话呢 不进行篮球比赛了 也不正确 第三个呢 농구 대회 참가자는 열 시까지 와야 합니다 那么这个篮球比赛 参加者呢 一定要十点之前 才可以到 一定要十点之前 来到 不对 应该九点之前 对吧 那么第四个呢 날 시가 주 명 운동장에서 농구 대회를 할 겁니다 如果天气好的话呢 我们在运动场里 举行 那么第四个 是正确的 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 它就在这个 体育馆里面举行的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五十 六十五到六十六题 담을 입고 물음에 답하십시오 那么 식혜 식혜呢 是韩国传统的 一种饮料啊 那么它是用 这个米来做的 一种 很甜的一种饮料啊 那么 식혜呢 한국의 전통 음료수입니다 是韩国传统的 这个饮料 보통 무의미 무의미나 잔치에서 那么一般呢 在这个聚会 或者是这个 잔치 这个宴席上面呢 식혜를 마십니다 来喝这个 식혜 那么呢 이것은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식혜가 소화를 도와주기 때문입니다 是因为这个 식혜呢 帮助了消化 对吧 那么 식혜는 달고 맛있어서 那么 식혜는 很甜 然后很好吃 所以呢 많은 사람들이 좋아합니다 所以很多人 都喜欢喝 시원하게 마시면 더 좋습니다 如果呢 把它 冰冰的 放凉的喝呢 会更好喝 저는 식혜를 만드는 방법이 간단해서 자주 만드는 모습입니다 那么呢 因为呢 我认为啊 做这个 식혜的 方法非常简单 所以呢 我经常的做 하지만 만드는 데 시간이 오래 걸립니다 但是呢 做这个时间 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呢 需要很多的时间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看65题 기억에 들어갈 알맞은 말을 구르십시오 那么 기억在这里啊 那么我们再读一遍 보통 모임이나 잔치에서 怎么样呢 식혜를 먹습니다 那么第一个呢 운동을 한 후에 运动之后 第二个呢 음식을 먹은 후에 应该是 吃饭之后 为什么呢 它这里说了 那么 이것은 식혜가 소화를 도와주기 때문입니다 因为是 帮助消化的 所以怎么说呢 음식을 먹은 후에 식혜를 마십니다 那么第三个呢 모임에 가기 전에 那么去聚会之前 第四个呢 음식을 마십시오 在喝饮料之前 所以你要选择 第二个 那么我们看66题 이 글의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구르십시오 选的正确的一项 第一个呢 식혜는 빨리 만들 수 있습니다 那么这个 식혜呢 可以做得很快吗 不正确 第二个呢 식혜는 달아서 사람들이 싫어합니다 因为 식혜는很甜 所以人们都不喜欢 第三个呢 식혜는 차갑게 마시면 더 맛있습니다 那么 식혜呢 如果呢 凉的喝的话呢 会更好喝 所以第三个正确 第四个呢 모임이나 잔치에 가면 식혜를 만듭니다 如果去这个 모임 或者是去这个 잔치 宴会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这个 식혜 不正确 应该选择第三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57到58题 다음을 입구 물음에 답하십시오 我们先来读一遍 문제를 풀기 어려울 때는 那么在这个解决问题 很难的时候呢 책상 앞에만 앉아 있지 마십시오 不要总是坐在这个 书桌前面啊 계속 앉아 있으면 那么你如果 一直在坐在这个 书桌前面的话呢 就不会想出好的点子来了 그럴 때는 那么那个时候呢 일어나서 거는 것이 좋습니다 那么你站起来 走一走呢 会比较好一点 그러려면 如果你想 走的话呢 구 밖으로 怎么样呢 집 안 도 좋고 那么家里面也可以 사무실 안 도 안 도 괜찮습니다 那么办公室里面 也是可以的 那么67呢 기억에 들어가 알맞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在这里啊 那么 계속 앉아 있으면 좋은 생각이 怎么样 나지 않습니다 不会想出好的想法 所以 생각이 나다 想出来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많지 많지 않습니다 不多 第三个呢 없어지지 않습니다 不会消失 那么第四个呢 달라지지 않습니다 不会改变 所以你要选择 第一个 我们看68 68呢 니은에 들어가 알맞은 말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怎么读啊 그러려고 구 밖으로 怎么样呢 집 안 도 좋고 사무실 안 도 괜찮습니다 那么哪一个正确呢 那么第一个 나가려고 합니다 그러려고 구 밖으로 나가려고 합니다 不正确 第二个呢 나갈 수 있습니다 可以出去 不正确 第三个呢 나가지 않아도 됩니다 不出去也可以 那么我们可以在家里面 집 안 或者什么呢 사무실 사무실 안 都可以的 那么第四个呢 나가지 않기로 합니다 决定不出去 这样的意思 음 昨天晚上呢 할머니께서 처음 듣게 될 것입니다 那么我们将听到 奶奶第一次唱歌的声音啊 那我们看69呢 기억 在这里 할머니의 노래를 들은 적이 없습니다 没有听过 奶奶唱歌 所以第四个是正确的 음 我们看最后一道题 이 글의 내용으로 알 수 있는 것은 무엇입니까 通过这个文章呢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 第一个呢 할머니는 노래 부르기를 좋아하십니다 奶奶很喜欢唱歌 第二个呢 우리 가족은 우리 가족은 함께 노래 연습을 했습니다 我们一起呢 一起练习的唱歌 第三个呢 할머니는 가끔 우리들 공연에 초대하십니다 那么 奶奶呢 偶尔见后的 邀请我们去演出 第四个呢 우리 가족은 할머니의 공연을 부르갔습니다 我们已经看了 这个奶奶的公演 都是不正确 应该选什么呢 第一个 할머니는 노래 부르기를 좋아합니다 那么奶奶呢 喜欢唱歌 我们可以知道 这样的一个信息 对吧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第35届的 韩国语能力考试 1的 这个일기的部分 就讲到这里啦 여러분 다 메밀 나요